大家都知道李小璐是综艺姐甜心的妈妈 换作十年前李小璐可是红遍大江南北 2007年李小璐因为出演奋斗李扬小云而走红 至今仍在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 李小璐如此成功离不开他的妈妈张伟新的功劳 到退30年张伟新的名气丝毫不逊色 对于当年走红时的李小璐 张伟新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女演员 曾主演电影《飞来的仙鹤》 湘音火得一塌糊涂 而李小璐17岁时就凭借天狱成为了最年轻的影后 其实她的妈妈张伟新除了传授她演技的技巧外 还担过李小璐的经纪人为她打电前后 张伟新并不局限于在娱乐圈发展 当时正好赶上出国潮 张伟新就去了美国学习导演和剪辑 虽然被人坑过几万块 但后来接手了同学的服装店 凭借其对服装设计的兴趣和了解 将公司从简单的服装进出口业务 发展到过亿的跨国企业 在张伟新的影响下 李小璐18岁就在美国开了家自己的超市 取得成功后 又接二连三开了五家超市 据说超市每年营收额都是过亿收入 如今李小璐已经是美国某连锁超市的董事长了 张伟新曾在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婚礼上亮相 一身绿色小香风套装了她 整一个知性姐姐 说话戏土溜兰 既显成熟女人魅力 如今的她 常年定居旧金山 李小璐遗传了张伟新的好基因 长相气质出众 即使当了妈 身子依旧四少女般窑窕 屈见迷人 据她再快本爆料 平时常做青根粥来喝 淘宝上游 看她身形火辣 跟着做了几周 小肚子没了 这样的李小璐 怪不得让贾乃亮身魂颠倒 在张伟新的影响下 李小璐也是成就非凡 同样的 李小璐的女儿甜心 也是会讨人喜的家伙 是个火宝 相信甜心长大后 也是更厉害的角色 你喜欢甜心吗 请开启 李小璐是否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